有句老话这样说,过犹不及,有余犹不足也。 意思是说,事情做得过度了,跟做得不够一样,都是不合适的。 仔细想想,确实如此。 对一个人太好,他可能会远离你,对一件事太用力,结果适得其反。 到了一定年纪会明白,很多事情往往是欲速则不达的。 顺其自然,别太用力,反而会水到渠成,取得想要的结果。 一,用力的人生往往疲惫不堪。 历史上,苏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,也是人人称颂的心态大师。 即使前途被贬折,也不耽误他在所到之处吃、喝、晚。 跟其他文人默克一样,苏氏爱爬山。 登山时,每次他都有个习惯事,必须要一口气登到山顶。 同情的人纷纷赞不绝口,体力甚佳,常人不及。 这个习惯在身强力壮之时,倒是没有任何问题。 一旦上了年纪,依旧坚持保持这个习惯,身体就会吃不消。 有次他被贬惠州,闲时与有人相约爬山。 爬山过程中,他依旧健步如飞,即使身体明显不舒服也没有停下来,最后因疲劳过度导致当场昏倒。 他这才明白,自己的身体早已大步如前。 如果再坚持以前爬山的习惯,一定会对身体造成损害。 他当机立断,调整自己的爬山方式。 下次跟有人登山的时候,走走停停,累了就休息,不抢求自己,也不为难自己,沿途的风景其实也很美好。 经历这件事,苏氏悟到一个道理,人生是一个顺其自然,适可而止的过程。 如果你在一条路上屡屡碰壁,用力过猛,其实就是在提醒你,当下的状态不好,结果往往也不会进入人意。 反而是当你感觉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特别顺利,事情的结局反而朝着想要的方向发展。 公司有个同事,想要短期内瘦到二十斤,减肥的方法仅仅是饥饿,每天只吃一个苹果和两个鸡蛋,饿到两眼发昏就吃两口米饭。 凭借极端的减肥方法,他前妻确实报收十斤,但他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,开始调发,神态暗淡,动不动晕倒。 他去医院看医生,医生紧急叫停他的减肥,并且告诉他,这样极端的减肥方式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。 短期,急速的减肥方式,短期内确实能让人体重下降,长期下来消耗的是身体的健康。 虽然有效果,但是不吃久,恢复饮食后还会恢复之前的体重。 无论是减肥还是做事情,想要取得稳定长期的结果,必须采取适合自己的方式。 凡事太用力,只会让人不堪其累。 姿态优雅,淡定从容,最好的结果自然会奔你而来。 二,凡事太用力,结果适得其反。 大学时期,有个男同学喜欢班上的班话。 为了追求心中的女神,男同学不断示好,费了很多心思。 女神不想上课,给她说一下,她就帮忙打卡。 女神没吃早餐,就换着花样,每天给她带水果和早餐。 女神功课不好,她又在期末考试前夕,给她画考试重点,监督她复习功课。 她以为自己这么努力地对女神好,一定会获得她的垂青。 她这么自信的理由仅仅是,女神从来没有拒绝过她。 周围人都看得出来,女神对她只有礼貌,没有火花。 为了跟女神在一起,男同学策划了一场告白活动。 当一无所知的女神被摄友带到告白现场。 对于这样的惊喜,女神表现得很冷漠,甚至很抗拒。 男同学问她,愿不愿意当我的女朋友? 女神一盆冷水浇上来,我一直把你当朋友,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 男同学这才知道,女神心理从来都没有她的位置。 虽然她很努力地对她好,可是太用力地讨好,往往总是被辜负的结局。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穿真心理。 原于这样一个实验,在给冯一针穿真引线的时候,你越是神情紧张,越是用力,线头越是很难穿过。 当你浑身松弛,不以为意识,线头反而能轻轻松松穿过去。 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目的颤抖,也叫传真心理。 当我们太在乎一件事的结果,就会表现得过于用力,总是想要得到,并不愿意失去。 在这个世界上,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顺遂人意,有快乐的得到,就有悲伤的失去。 我们无法掌控努力的结果如何,我们唯一能决定的就是做事的心境。 可以努力,不必用力,可以全力,不必费力。 放下得失心,别焦虑,放轻松,得失虽缘,自在虽心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三,人生建议,别太用力。 人到中年,生活里总会涌现各种不如意。 比如,夫妻关系逐渐冷淡,对方已然不负当初的热情和爱意,孩子不听话,他们有了自己的思想,不再为父母命适从,工作进入迷茫期,瓶颈期,不知道未来清晰的方向在哪里。 面对这些烦恼,有人焦虑,有人痛苦,有人与之对抗,却毫无效果。 其实,这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。 你要明白,婚姻中的感情总是会由爱情转为亲情的。 孩子随着成长,总会离你远去的,工作中的迷茫是任何人都有的。 面对这些烦恼,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,蝶跟自己过不去。 日本有一位90岁的心理医生,名叫中村恒子。 他从事心理行业70年,发现人们之所以活得痛苦,是因为想要的太多,活得太用力,不懂得温柔地对待自己。 很多人以为,能够说出这样的话,恒子的人生应该很顺遂吧。 事实上,中村恒子并没有过得很容易,相反他度过了饱经磨难的一生。 27岁那一年,恒子正式进入婚姻生活,婚后的生活却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听。 丈夫虽然人不坏,但是喜欢酗酒,他会把全部的工资花在请客吃饭上,完全不顾家里的吃穿用度。 恒子为此跟他争吵不休,自己每天痛苦不堪,丈夫烦忧不已,家里鸡犬不宁。 终于有一天,恒子忽然想清楚,如果无法改变也无法离开,那就不再抱怨,一切都靠自己吧。 改变不了别人,我就不跟他较劲了,而是努力地改变自己,让自己开心起来。 当他不再指望丈夫,不再追着他争吵,家里竟然变得和睦起来。 与其费力改变别人,不如掉转头改变自己,与其费心焦虑不已,不如沉下心认真做事。 人活一辈子,本不必太用力,得之坦然,失之淡然,卸下心中的枷锁,才能轻松自己的人生。 听过一句话,保持快乐的秘诀,凡事不要太认真,凡事不要太用力。 生活的真相是,越在乎什么,什么就越折磨你,越纠结什么,什么就越困扰你。 太用力的人生,不仅疲惫不堪,很难走远,结果往往也不甚满意。 保持一点松弛感,焦虑的生活里,才能得到喘息,保持一点淡然感,守护内心的从容,不以外物为意。 正如智者所言,人生无完满,学汉意是美,优雅的人生,是跃进世事的坦然,是沧桑保长的睿智,是过境千番的淡薄。 放下紧绷生活,享受松弛人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